《心思台》各位观众 陈廉德医生 我们是家庭医生 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资讯 我想问一下 我们经常说要预防 陈医生给我们介绍了 两只很需要打的针 一个是生石 一个是说不是 原来肺炎也要打针 打了原来可以减少很多 我们的病法的可能性 我想请问陈医生 还有没有我们社区值得打 又不是太贵 就不要以为是添涕到泥丝 预防针来打呢 有的 还有一两只 其中一只是甲银肝炎针 甲银肝炎是我们食物传染的 我们吃的东西是骯髒 有甲银肝炎的病毒就会引起 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有三个东西 最喜欢打银肝炎 吃寿司 去吃自助餐 吃生蠔 这三个我都叫高危的食品 是吗?我上星期还吃了 高危食品 如果这三个肺炎病毒 都很容易有甲银肝炎的病毒 甲银肝炎病毒 如果你没有预防的话 就可能会有甲银肝炎 是可以很麻烦的 可以引起急性肝衰竭 甚至有些病人是因此而死亡 或者医院要吊盐水 吊医治 我先问一下 怎样会猜到 或者是否知道自己有肝炎 会否有样子看 或者各方面 第二点就是 是否可以治疗呢? 如果我不打预防针 先说是否可以治疗呢? 打预防针 又是否可以很放肆呢? 即什么都可以吃 都枪不入 肝炎其实有很多种 很普遍地说 我们可以说ABCDE都有 甲月丙丁谋的肝炎是最常见的 有预防的是有月形肝炎和甲型肝炎 月形肝炎是因为会影响肝硬化 甚至有肝癌的机会 所以在香港医务卫生署 所有出生的小孩都打了 我相信都可以减少在社区有肝问题的病人 但甲型肝炎就没有 甲型肝炎在政府医务卫生署 就没有服务 所以我们跟病人说 如果你抽血验下 你没有甲型肝炎的抗体 便值得去打针去预防 说分甲型肝炎的问题 肝炎真的有积可层 例如你开始累 没有精神 开始小便变深黄色 深黄色 甚至像玻璃茶那种颜色 可能会有肝炎 还有黄胆的象征 眼白里很黄 手都黄 明显是容易见到的肝炎症 甚至要调体医生 甚至要进医院 甚至要隔离 这些都是重要的 是传染的吗 传染 不是 甲型肝炎也说是食物传染 吃生的东西 蚝 煮不熟的东西 乳型肝炎不是 是靠体液的传染 血液感染或汗液 那些体液是传染的 我想问 肝炎 乳型肝炎会肝炎 肝炎 甲型肝炎 小便有颜色 甚至无眼 把手黄 对病人来说 会有何后遗症 我说过 如果严重 是要引起急性肝衰竭 所以很难医 可能要专科治疗 帮肝功能慢慢恢复 要看着 如果严重 曾经也试过要换肝 如果没有器官肝炎 便不能够救 也很危险 所以这也是要预防的 刚才我说的预防针 也有另一种针 就是子宫颈癌的预防针 这也是很值得打的 尤其是女士 因为大家知道 癌症 不是很多只可以预防 有多少癌症可以预防 肝癌可以打肝炎去预防 其中子宫颈癌 可以打这种针 可以预防女性的子宫颈癌 所以也值得做 有多少癌症可以预防 那刚才那两种针 有效期要打 是否打了针 这世事也不用理 还是如何 革命感染是 如果打足癌症 成人打两针 如果子宫颈癌 女性要打三针 在市定的时间内 完成你的癌症 以后暂时 没有科学证据需要再打 没有值得做 没错 我想问 如果有些朋友 你问他 你打了针 不是吗? 我不知道 打完 比如说 过了十年八年 我不知道 再打是否影响 甚至没有 是否我都要沿血 才决定再打不打 没有你 你忘记再打 也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家庭医生重要 跟着家庭医生 是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 医生就只看了记录 我这些病人也是 医生我打了针没有 我先看看 原来全都打了 他打了 不需要打 但大部分现在的预防针 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真的不知道 也没有记录 可以验一验血 如果验血 是发现有抗体 不需要打 如果没有抗体 可以再打 那我不厌 直接打下去可以吗 不厌直接打下去 都可以 可能不记得 就当没有 我们觉得验了 不要浪费钱 不要浪费钱 但又不会打过籠 打也不会很大 好 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听很多数据 未来2020年 每三个香港人 有一个老人家 即是60岁 即是我们社区 越多老人家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看到 在社区里面 我想请问陈医生 老人家 我们的老友记 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 要多关注什么病痛 或者老人家 其实在社区里面 家庭医生的关系 会是怎样的呢 我刚才在前集中说了一点 现在因为人口老化问题 我们是越来越见多 病人是60岁或以上 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当人口越来越老化 越来越严重 便会多了很多老人疾病 走出来 老人疾病又和年轻 或成人 都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老人家 已经到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可能 不止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有血压 糖尿 胆固醇 又可能有些风湿 又可能有些皮肤问题 腎也不太好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 一个高危的族群 可以这样说 所以从他们看病情 特别多些考虑 例如他们的病是多元化 我们如何去拆解 我们开药给他们吃 一会儿又要避免 那些药物和药物之间的副作用 要注意到他们的神功能 慢慢变差一点 我们开药又不能太重 诸如此类 所以很多老人家进来 我们也要多时间和他们聊天 然而有几个问题 亦是老人家才会特别遇到 例如现在最常见的 就是认知障碍症 以前叫做老人痴癌 现在我们不用这个名字 认知障碍症 亦是年纪大的病人才会有 这些认知障碍症的病人 我们要特别关注 刚才你所说 根据资料显示 80岁以上 如果你活到80岁 三个就一个 可能是老人痴癌 即是围在一起打麻糬 有一个就知道两个有 其实有很多 那些是藍 对 很成功 所以那些老人家的 面子障碍 老人家因为年纪大 有些行动不方便 例如他已经做过风 或有百甘信症 这些是行动上有影响 例如老人家有些 大小便的问题 有年纪大 可能这些有影响 失禁 对 失禁 老人家很容易 到年纪大 亦是癌症的机会大了 可能已经受过 某些癌症困扰 但现在科技先进 可能做过手术 可能做那些化疗 或者是电疗 甚至那些 好重 好重点小心 他们要做法 好重 好重 我们要看体质 某方面 要怎样跟进 所以老人家是另一类的病人 我们是特别小心 和关注 刚才所说 原来老人家年纪大机器 什么都会出事 要检查 看来家庭医生 刚才陈医生跟我们说 原来预防 病历记录 重要 年轻人不太觉 不要紧 看来都是新封卡 换来换去都是新封卡 但原来年纪大 你什么都有机会出现 是否跟医生的紧密联系 反而记录很重要 是更加重要 应该这么说 因为老人家已经有数十年的病历 我们如果看开他一段时间 便很明白 或者看了他五年六年也好 之间发生的事可能都很重要 在医院做某些诊断 做某些治疗 这些都可以影响到我们每一次看他的考虑 用什么药 如何帮他谈 更准确 更加准确 更加需要老人家更加需要家庭 明白明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是老人家 有些叫做老人病 甚至叫做老人的境界 我们手机旁边的朋友 很多年轻人 亦有些中年 香港四五十岁的人很多 去到过几年之后 就变成六七十岁 我想问 这班老友肯定是拿着手机 一直看着我们 我想问 如果在这个阶段 例如我们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不同的阶段 用十年十年去计算 我们应该怎样去提点一下 我们的观众 你已经去到那段时间 你五十六十 六十七十 你应该留意些什么 要做些什么检查 甚至你已经进入一个老人 老人这个字 现在开始都挺模糊 有些人说 退休时刚刚开始 因为你有八十岁 你六十岁退休 还有三十年 哇 有段时间熬的 有段时间享受的 看你怎样定义 年轻或年老是怎样划分 我们应该怎样去注意些什么 没错 这也是一个 在我们健康上的概念 我想大部分市民都要参考 我们有草积蓄 或者是有些 草钱 有些预备 做楼 但是健康都要 做健康 都要储蓄 都要储蓄 怎样储蓄呢 即是我们年轻时 三岁十岁 即是一开始 要为我们将来的健康 做准备 做储蓄准备 怎样储蓄呢 例如是吃得好些 就是 我会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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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好些 就是 那些 有些 粒菜食物 即是那些 垃圾食物 那些尽量避免 少甜 少盐 少油 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影响的 例如一些 吃烟 喝酒 习惯都要戒 你可能吃了十年以后 不要再吃了 喝酒 喝酒 少一点 还有做运动 做运动也是储蓄我们健康 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做运动 现在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 社会的压力 很多年轻人拼搏 三四十岁都是拼搏 做运动 到三四十岁之后 更加要思考健康的问题 我真的要放低些 可能要给些时间去做运动 要给些时间出来 可能早一点起床 去跑步 或者晚上回到家 走十层楼梯 上去家 才回去吃饭 这些都是 在年轻人 一开始要租资本 还有减少一些容易有老人症的问题 刚才说过血压 糖尿 胆固醇 这些都是重要的 加手运动 刚才说过老人症的病 认知障碍症 就算认知障碍症 认知障碍症 也好 年轻人都可以帮忙 在五五六十岁开始 都可以想一想 自己可以有什么 预防认知障碍的问题 例如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多一些社工工作 义工工作 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上扩阔一点 让自己有一些比较和别人容易 多接触 多接触 可能上班 学一些新东西 经常都可能要做一些 例如如瑜伽运动 或者跑步 这些都希望可以帮到手 我学着东西 做了瑜伽 五十岁开始 就不要太奇历了 是的 太极瑜伽 认识多一些老友记 五六十岁都不觉得自己老 要学一下东西 可能属于学一下电脑 也要的 插花 对 做蛋糕 是的 有些老友记者说 打瓦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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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不是我所说的 研究说 你不要只打瓦也不行 你每次都加些新东西 久不久 你又不知加些什么百搭东西 又加些什么新章 你转转转转 有些新东西 有些新东西学的 那就有些用 打瓦也没有什么用 这些都是好的 白番就没意思 这些是新东西 有些新东西 这些是好的 他又学新东西 他又学新东西 这些是原来我们的 认知障碍 都可以通过 锻炼老婆 是的 没错 锻炼老婆 那就可以减低 卖开性 是 中国人有所谓陆毅 有不同的处法 都是说一些 钓铁书画 钓铁书素 射箭 射箭 书画 钻棋 唱歌 礼乐 这些都是我所谓的 都是可以帮助 延年益寿的 真的挺有趣 原来我们有老步操 在这些位置就是这样做 除了身体健康之外 很多人都很注重健康 自己会行山 退休之后会行山 三五成群 原来都是帮助老步健康的重要因素 好的 我们老人家 通常如果老人不病 都要说了几件事 即是说骨头痛 或者会有三高 其实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好健康 其实是否就是我没有三高 或者我骨头不痛 是否叫做没有老人病 都不是这么简单 都要深谓 刚才说骨头痛的问题 可能有些女性 有些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能是更年期之后有 男性都有 都有骨质疏松 都是可能骨骨问题 这些都是要找医生谈 譬如我家族史是有的 譬如我女性很早已经停了经 这些可能有机会大了 或者她曾经吃过铝固醇的药物 这些都是容易引起骨质疏松的 要早些找医生有些药物可以帮助 或者她可以曬太阳有维他命D 吃钙片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的 我又是讲一个病例 大家谈谈 我之前有个病人 就是大概70岁的婆婆 她因为有骨质疏松 在家里跌一跌 跌一跌很不幸 跌一跌就是大腿骨 手换骨都碎了 便进医院了 要做手术 很危险 要做手术 在医院复原之后 很不幸 她又感染了肺炎 她又没有打针 又没有打针 肺炎便进入深切治疗 前前后后出出入 搞了半年 下不了床 很可憐 搞了半年才可以出院 才可以再康复 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才正常回復 可以看到本来是一个 骨质疏松问题 但可以延伸到 很多病痛可以发生 因为老人家跌了 下不了床 两三天已经下不了床 已经下不了床 肌肉又开始有问题 我们刚才所说 老人家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在社区里面 现在发现香港也越来越老年化 我们在社区里面 如何跟老人家配合到 例如家人或社区的预防 有什么要提点观众 有息之事 或社区要关顾老年化的问题 有什么要留意 如果现在在社区里面 大家都知道老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市民也有关老的心 关老的心 关老的心 即是关注老人家的心 在自己的家里 可能是有老人家 多些跟他们聊天 多些跟他们了解 已经做到自己的本分 接着也可以看社区里面 其实有很多老人家 未必有小孩 未必有家庭 也可以参观义工 去探访一下 或者一起去一些公开活动 这些也可以帮助老人家 跟他们交流 融入社会 也可以在他们身上 学到东西 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 刚才说老人的现知障碍之外 老人的情绪问题 我们也要照顾 因为老人的抑郁症 老人的自杀率 都是高的 我们也要小心 如何跟他们聊天 这些如果 刚才我说 你除了他们聊天 关顾他们的健康之外 亦都关心他们的心情 关心他们的情绪 亦都会好些 例如我有些朋友 我个星期都跟妈妈去喝茶 没问题 当然好 但喝茶 你吃的东西 不要太胖 喝茶 你要跟他们聊 最近身体如何 吃的弱点 多人聊 最近有没有社交活动 可以帮朋友 聊聊聊聊聊 认识朋友 这些关顾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社区 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本分 就会更好 很多时候 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 很带我们去玩 关心我们的学业 如果反过来 当父母老了 做年轻的一辈 就要多些 反过来 像小弟弟那样 问父母 在哪里玩来 那些 有什么新朋友 那些 那些 就会令到他 他又舒服些 多些沟通 多些 跟社区多些紧密 没错 明白 多谢陈医生 继续给我们多些资讯 好吗 好 多谢陈医生 谢谢 谢谢